其实 今天站在这儿挺尴尬的 因为 我们两个姐妹都喜欢那里 哥哥今天没有到场 但是我想对他说一声抱歉 李维 我没有想过会因为帖子的原因和你相遇 在我们认识的15天里 我觉得你就是我想找的那种人 特别细心 特别会照顾人 然后很有主见 你有那种让我想和你在一起的冲动 想一直一直在一起 我不知道哥哥有没有跟你说过 就是在相处完之后 我经常有向他问到你 问你过得怎么样 我也很担心你会不会和妹妹擦出火花 会不会喜欢他 但是我们两个都说好了 不管你今天选择谁 都不会影响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我现在很确定的说我喜欢你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 做我男朋友吧 李维哥 喜欢谁你就说吧 你也别纠结了行吗 可能刚刚我姐也说了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他也会祝福我们的 因为我和姐姐的性格可能有点不一样 所以从小我会很任性 很刁蛮 也习惯了姐姐对我的照顾 但是和你接触之后 我真的很喜欢被你照顾 被你包容的感觉 我也喜欢你给我讲笑话听 喜欢你陪我一起玩 世界那么大 那么多人 偏偏让我们相遇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缘分 我一直都比姐姐有自信 我就很坚定地认为 你是喜欢我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很合适 不管最后你选择了谁 我和姐姐还是姐妹 这点是不会变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也喜欢我 请你大声地告诉我行吗 李维我们在一起吧 然后今天我们两个都带了一份礼物 这是我为你轻心准备的一个钱包 如果说你最后选择了我的话 因为我洗了很多我们在一起的照片 如果你选择我的话 我会把照片放进钱包里 之后当你打开它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回忆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 是一个香水 我很喜欢的一种味道 我希望你以后出门的时候 可以喷点香水 这样子的话 你身上就有我喜欢的味道 如果你选择吧 如果你喜欢谁 你就拿谁的礼物